2樓填皮加蓋樹窗戶不斷竄出 烈焰還有濃煙 消防隊員架梯拉水線 往裡頭灑水灌灸 2樓全面燃燒天花板 還不斷有掉落物 加上聯動住宅就怕延燒 消防隊員加快速度 好不容易控制火勢 但濃黑煙還是不斷從屋內冒出 後面也是燃 前面也是燃的 他那個鐵梨 消防隊他也沒有辦法去灌 撥滅火勢扣消防隊員入內搜索 發現一樓臥室有一具遺體 確證身分是屋主 沒有行動不變嗎 沒有 行動自如 媽媽先跟爸爸吵架 這幾個禮拜不住在一起 八十歲零星老屋主葬身火箍 同住的太太因為夫妻吵架 離家住在臺北 兒子和孫女當時也開車出去 家人剛好都不在家躲過一劫 火警發生在二十九號下午一點多 地點在臺中烏日五光路 民宅是一樓磚造 二樓鐵皮夾蓋 消防隊員到場的捨扣 整棟屋子已經冒出大量火焰 東西太多 裡面堆很多東西是不是 太多東西 他們消防隊進去 你知道樓梯也是有一個人 小小的可以上去 警方初步清查 屋主沒有跟人結仇 但還是會掉月間 士氣過濾 只是家人暫時離開不在身邊 趕回家再見面 已經是天真永隔 TWR來從裸心台中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